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锚定货币具有紧迫性 首先让我们还是来关心中国政局 中共人事布局进入关键阶段 除了政治局常委安排外 外界最关心的就是谁来接替李克强担任总理的职位 目前最被看好而且网络盛传的 最有可能担任总理职务的人选 分别是汪洋 吴春华和韩正 当然稍早还有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但随着上海疫情乱象频传 李强被破格提到总理一直希望渺茫 因此我们就来看看 目前可能升任为总理的这三个人 各有什么优势 如果担任总理的话意味着什么 汪洋在官场一直四平八稳 并且早期有改革派的好名声 正是入场担任全国政协主席之后 汪洋在各方面极力向中共总书席习近平表忠诚 比如他到了内蒙古视察时 为习近平推汉语教学辩护 要当地官员理解习近平 到全国政协会议 汪洋对习近平表忠心的动作更明显 开幕做报告和闭幕讲话 都强调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习核心中央周围 汪洋并搬出习近平今年春晚提出的三牛精神 称政协要有为民服务如子牛 创新发展拓荒牛 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 中国因为疫情封城经济下行 在今年5月17号 政协也罕见在北京举行了 推动鼠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专题会 汪洋亲自的主持 而且还邀请到了副总理刘鹤 还有中国科技龙头的高层 都参加了会议 汪洋在这次会议的最大看点 就是以政协主席的身份 全场谈经济工作 而习近平的经济赤囊 副总理刘鹤 也到了政协为汪洋关于数字经济的会议捧场 这样的安排十分罕见 汪洋对会议做出定调 表示要科学研判形式 增强发展信心 辩证看待和统筹把握 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刘鹤则结合了现在舆论关心的问题 还有担忧给出了直接具体的承诺 他说要努力适应数字经济 带来的全方位变革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支持平台经济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另外如果回顾汪洋的从政经历的话 他在2003年在温家堡接任国务院总理后 汪洋就被任命为温家堡内阁中的 国务院副秘书长 他也曾经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 和广东省委书记 曾经和接替他的原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隔空辩论较劲 产生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辩论 他在2013年到2018年期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后来升任为政协主席 一般认为他并不是习近平的嫡系 如果就意识形态的光谱来研判的话 习近平对于共同富裕的坚持 显然要大于汪洋 因此如果真的形成了习汪体制的话 意味着中共将在国内外 尤其是美国带领的西方压力下 更朝对外改革开放前进 2013年汪洋在出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时候 把中美关系比作已婚的夫妇 他说中美不应该选择离婚 离婚了就像邓文迪跟摩多克那样 Murdoch一样 离婚太贵了 据传汪洋回到中国后 曾因此发言遭到批评 另一个被传可能接替李克强任总理的大热门 是主管外资外贸的现任副总理胡春华 这段时间以来胡春华接上媒体的概率也越来越多 据说这个胡春华是这个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是团派的代表 那在中共十九大前就已经是入常的热门了 但因为受到当时这个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孙政才倒台影响 最后只有在四年担任副总理这个职位 他上任以来负责扶贫而且颇为低调 在他担任副总理职务前曾经两度在西藏任职 他首次在西藏时老长官就是胡锦涛 后来他先后到共青团又再被调到西藏 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然后再回到共青团担任第一书记 也就是胡春华在西藏两进两出 共青团也是两进两出 接着他又担任了河北省长内蒙古党委书记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广东省委书记 胡春华的优势在于他被评价是 第一个是比较为观低调 第二个是他的年龄优势 如果习近平没有连任 这一次没有连任 胡春华在二十大 如果按照惯例的话至少也是担任总理的职务 那加上胡春华既有西藏内蒙古的执政经历 又有在河北广东等沿海大省的历练 加上他在国务院曾经负责扶贫工作 如果纯粹就年龄和理念配合程度 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听不听话 因为年龄的关系 胡春华无疑是习近平平衡各方派系 贯彻共同富裕理念的一个好奇 那另外呢 胡春华除了联名的优势以外 可能也会得到同样被视为团派的现任总理 李克强的支持 另外现任68岁 现年68岁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韩正 也被外界视为有接替总理一直的可能 原因是原来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他也曾经打破了所谓的七上八下的规则 从副总理升任总理 不过韩正的从政经历集中在上海 被归类为上海邦 除了在上海的主政经历外 在地方执政的经验相对较少 他担任副总理分管的领域很多 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他还兼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 以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办公室主任 他在2018年的时候 接替张德江出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 主管了港澳的事务 2020年2月 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更名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 韩正担任组长 值得一提的是 他跟台湾也有一些关系 前国民党主席 主席连赞就胜赞 韩正的面向 非常关键 韩正到台湾访问期间也被泛兰的媒体称为帅哥的市长 前些时候 华尔街日报曾经披露 李强的老长官 韩正曾经要李强下台 而李强又公认是习近平的爱将 如果媒体的披露属实的话 他加上年龄的因素 韩正接替李克强担任总理的几率 要比胡春华汪洋来得小得多 我们现在来关心第二个议题 也就是说美元主导的地位 现在因为俄罗斯遭到西方 尤其是美国制裁 被踢出系统 而中国跟美国跟西方 这个紧张关系又日益的升高 所以具有这种紧迫性 也就是讨论中国的人民币 还有金融系统 包括专家学者和中国政府官员 越来越担心 如果跟美国的关系恶化的话 中国可能会被踢出SWIFT系统 或是以美元计价的外国资产 或者外汇会遭到冻结 那一些中国政府部闻 就敦促政府通盘检讨 持有大量美元外汇资产的政策 提议应该尽快将人民币 变成亚洲地区的锚定货币 那西方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 以及美国加息的这个溢出的效应 最近引发了中国关于如何减少对美元体系依赖的讨论 许多的中国专家学者希望尽快推动人民币 成为亚洲的锚定货币 举行了很多次的内部讨论 因为前面就是美国加息 然后中国降息 那国债的话 现在反而会形成一个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币值 还有因为币值这个跌 反而为这个会往外这个跑掉 所以引发了这个辩论 那前重庆市长黄启凡在一周前 在清华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就表示 人民币发行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元挂钩 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角度的来看 这绝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 人民币应该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跟主权信贷做连结 那黄启凡还表示 人民币作为独立的货币 将为中国政府债券收益和货币政策 以及国内金融资产的定价 提供一个基准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权利博弈中 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紧迫 需要赶快的研究 那黄启凡的言论 反映了中国社会普遍认为 国际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友好 人们越来越担心 如果跟美国跟西方的关系恶化 中国可能被踢出sweep系统 因此有专家认为 维持经济增长 保持在一定的水平至关重要 而且在同时要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让更多的国家愿意接受人民币 这样子美国的制裁才不会奏效 像前央行的顾问 余永定就表示 中国外汇资产的收益率 长期以来是负值 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呢 也表明他们在西方 如果这个以美元来计价的话 不再安全 那这个余永定就表示 中国应该减少美元的资产 包括持有的价值 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那我们关心余永定 他是这个央行的顾问 他现在也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而且他当时是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 他最近在这个观察者网 连续的写了四篇稿子 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看 第一个讨论是中国有两万亿美元海外净资产 投资收益却为负值 该如何调整 然后第二篇 我们用高成本借来了没收益的美国债 接下来怎么办 第三篇对中国金融安全而言 俄罗斯遭制裁是一次兵棋推演的机会 那这些这个各位观众有兴趣都可以看 那余永定在这些文章里面就指出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显示 俄罗斯央行和寡头的资产都可能被没收 那中国海外的资产的安全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应该在海外资产和负债方面保持平衡 不要拥有过多的美元资产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条件下 中国应该尽量不做在全国 那另外呢 中国的政府数据也表示 2016年美元资产在占外汇储币的高达59% 当然这还是低于95年的时候 这个美元资产高达79% 那在过去几个月来呢 北京一直的持续减少美元的持有 外汇储备已经连续四个月下降 下降了有1304亿美元到3.12万亿美元 那中国持有的国库 这个国债呢 也连续四个月下降了 合计减少了412美元 那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北京已经多次尝试增加在国际金融体系上的发言权 那像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呢 他在2009年的时候就开始呼吁 要让人民币用于贸易结算 他还主张在金融产品的定价中 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这个概念 他称这样有助于全球货币的稳定 那中国希望把上海变成人民币的一个资产中心 加快这个主权数位货币的实验 并使人民币成为东南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锚定货币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专家就曾经表示 由于中国具有庞大的贸易和投资 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人民币相对的稳定性 人民币应该是有潜力成为亚洲的锚定货币 不过北京把人民币国际化的尝试 这个推进进展非常缓慢 人民币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来挑战美元 那在这个最近几个月份人民币占全球支付仅占2.2% 这个五十分之一 但是中国的这个跟绝大多数的国家 它的外贸都是第一大 这个但是使用的都是美元 所以全部的支人民用人民币支付只占22% 远低于美元的占41.7% 41.07% 以及欧元的35.36% 那在2021年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 它也是非常小 是占各国的全部加重起来的2.79% 它不过也是世界第五大的持有货币 但是跟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58.5% 这个大家比较 刚刚是贸易占了美元占41% 然后现在是外汇储备 全球外汇储备 美元是占快60% 那欧元占全球外汇储备 各国外汇储备是20.6% 所以这样一比较的话 还可以感觉到人民币还有人民币的国际化 也要变成人民币不仅在贸易使用 也要变成这个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了 谢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 音频道